孩子就在这儿是作业 这孩子贪玩得盯着 来老师您坐 老师来了 是会会爸爸吧 从来没在家长会上见过您呢 他忙着店里顾不上 我这次来家访啊 主要就是为了督促你们 不要光忙着赚钱 得关心孩子的成绩 得多抽出时间来 辅导孩子学习 是老师您说的对 老师你说的轻巧 现在抽空抽的棋这么难 我们咋交啊 我们这一收财就给他减了作业 还要在群里面打卡 老师您别跟我说话直啊老师 我们把孩子送到学校 就是因为我们这当家长的学习成绩不行啊 你这还让我们家长去重新学 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哎 行了 老师他不会说话 你别介意啊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的成绩 你们不急 有家长急 还有两个学生等着我呢 我先走了 哎 老师 哎 老师 你说这些话 让孩子以后怎么面对老师啊 我这不是替你出气吗 咱们当家长的本来就不容易 替我出气啊 那孩子不是咱俩的 再说了 孩子写作业 你辅导过几次 我都没抱怨 你出什么头 那我什么都不管了 行了吧 白哥 和嫂子吵架了 这不老是来家访吗 我就替他发点牢骚 他还不领情 我问你 平时你辅导孩子写作业吗 我这些不是辅导一次吗 气出我半条命 孩子还不领情 自己要买单手机 说自己查到这要自己学习 哎呀 你辅导一次就受不了了 那嫂子呢 她可是天天都辅导 而且还不耽误干活 她找谁发过牢骚 这做家长最担心的 就是孩子在学校受委屈 你今天说那些话 不是帮倒忙吗 不过现在孩子的学习和生活啊 确实离不开手机 我今天就给我家娃娃买了一台 小杜清禾学习手机 它有专门为青少年定制的OS系统 里面有海量免费的学习资源 孩子平时查资料 交作业什么的 都很方便 这手机确实不错啊 我也向他来一台 我先算一遍这个钱 哎 媳妇 我今天跟老师道歉去 老师 对不起啊 我那天说话欠考虑了 嗨 如果你了解我们老师的日常工作 就会明白 并不是我们撒手不管 而是学校啊 希望家长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多一些陪伴 咱们都是为了孩子 多一些理解吧 放心吧 老师 我找他帮手了 对不起啊 好朋友啊 我们不打电一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